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大利的那种公民共和国制度 走向瓦解了 另一方面它却提出了更加完善的公民共和国政治 所以要研究马基亚维尼人 最重要的就是应该研究马基亚维尼 那个比较超前的那样一种共和国国家 马基亚维尼的共和国国家是没有君主制度在里面的 因为马基亚维尼已经看到过去有限的人民和君主的结盟 产生出的一种新君主政治 它的必然后果是走向新专制君主 所以马基亚维尼在他看到那个前途以后 他就看得很透 他提出一种更加彻底的共和国制度 里面是没有君主的 那样一个东西呢 一定要等到英国革命 法国革命以后才真正直线 第二条道路 我们说的就是伊拉斯摩 伊拉斯摩是完全认可君主制承着的 他的目标就是反对暴君 尤其反对他们过分的打仗 那么伊拉斯摩提出的办法 那就是要去做君主的老师 要告诉他们道理 要用基督教去教化他们 要教他们一些知识 告诉他们你这样的思议王为 发动战争 残害人民对你也是不利的 所以伊拉斯摩是比较软弱的 他是个好人 但他那个思想肯定也是不合时议的 因为那是各个国家处在竞争之中 那么第三个可能性呢 第三种可能性呢 就是写那个乌托邦的托马斯摩尔 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完全是那个批判君主制的 说君主制怎么怎么坏 他主要是批判三个东西 由于那个社会的不安稳 没有文化愚昧 结果就带来了 人民生活的普遍的下降 那么乌托邦的第二步 他讲的完全是那个 一个新型的人民国家 也就是说只需物有的国家 理想的国家 叫做乌托邦 那么那个乌托邦里面呢 完全是好的 那乌托邦为什么好呢 第一乌托邦的人不贪婪 他不要钱 他黄金在那里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然后他们呢 人人劳动 然后是民选的政治 民选的共和国 其实也是一种共和国的形式 然后呢 里面的不战争 和平 那么人人学文化 人人各进其职 但是乌托邦这些思想 很对 但是乌托邦的认识 比乌托清楚 说我这个东西叫乌托邦 也就是今后的东西 现在是不存在的 而马丁路的思想呢 却要在现实世界里 建立这样一种乌托邦的制度 那是不可能的 还有一点 乌托邦提出了 明确的提出了 要废除私有财产这一看法 那马丁路的这个想法 连想都没想过 所以呢 这个一条路 马丁路的也不可能去走 那么除了这些路之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 有 其他的可能就是 德国农民要的 农民就是要通过革命手段 来建立农民的共和国 里面呢 就既发展生产 政权呢 是帮助人民实现基督教制爱的 帮助人民呢 来实现公共利益的 那么有很多福利制度 帮助人民过好生活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政治上夺取政权 建立人民的共和国 那么这个思想呢 马丁路的呢 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马丁路的政治上比较保守 那么这样一来呢 马丁路的那个思想 和其他人的思想呢 主要是一个政治上 马丁路的太保守 尽管他在宗教上 他在社会上 是有合理性的 但政治上呢 太保守 那么这样一种保守呢 实际上就是 马丁路的体系 马丁路的这个 这样一个伟大的体系当中 自己有内在的矛盾性 马丁路的在政治上的矛盾性呢 就是 马丁路的那个设想呢 有一个两个皇国 人在精神上是归耶稣领导的 人在社会上呢 是应该归世俗 统治者领导的 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呢 实际上它是 那个 这两者之间 真正运作起来 是有矛盾的 那么另一个矛盾性呢 就是马丁路的呢 他 在伦理学上 是比较保守的 我们这里还有一点时间 介绍马丁路的伦理思想呢 首先马丁路的说 人是没有双中道德的 不管你是谁 你只要是基督徒 我们要对你要求是一样的 这一点呢 他明显的和宗世界 天主教是不一样的 天主教呢 他是那个说 圣旅精英和一般的基督徒 要求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基督徒要求是不一样的 马丁路的说一样 只要你是基督徒 标准就是一样 那么另一个情况 就是天主教的伦理里面呢 是分阶段的 就是人是渐进的 逐渐的从不道德走向道德的 那马丁路的那个伦理学的思想里面 他不理解 能从一个自然人 怎么走向一个道德人 最后再走向神的恩典 他就直接说 能要么就是魔鬼 要么就是听神的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里面没有一个过渡性 那么马丁路的那个法则里面呢 也是有矛盾性的 比如马丁路的天子官 他认为能当士兵 当贵子手 这是可以的 因为这是世俗社会需要的 不影响你的灵魂的救问题 那么这样一来呢 他和以前的很多观念呢 是有冲突的 以前要求和平啊 基督徒不要去当贵子手 不能当士兵啊 这个就是被有些神学家说 马丁路的把自然法 扭曲在基督教的法则当中 因为社会分化 社会的分化 就分化成各种职业 也分化出各种等级 那么马丁路的呢 却维护这些差别 维护这些特权 维护这些义务 尽管他表面上说 这个东西都是天职 人人都是平等的 但实际上呢 他是维护了那种社会分化 维护了等级 维护了职业 另一个情况 就是马丁路的以爱为手段 维护博爱 他觉得诚实啊 那个虔诚啊 这个就是说一声博爱精神 那么他不是说 人应该在家庭 在国家 在社会 在各个方面 都表现出一种对灵人的关爱 然后呢 上帝爱人 那么人就应该爱邻居 对吧 那么这样一种思想呢 当然是对的 但这样一种思想呢 他里面就是博爱这个东西 就取消了一个社会的什么 取消了社会之间的那个阶级 所以马丁路德呢 强调社会人 强调好公民 一方面 马丁路德的矛盾性在于 一方面他维护等级 维护社会差别 另一方面又要大家到好公民 否定人的阶级性 那么你否定阶级干嘛呢 你否定阶级性 否定了阶级斗争 阶级之间的冲突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马丁路德呢 也排斥一些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认为有些职业 是与那个基督教精神不相容的 哪些职业啊 投机老板 借贷 放高利贷 还有那些妓女 妓女那个东西 那个他觉得不好 这种职业 都是和基督教精神不相容 所以他把这种归为另类的职业 他认为这个是不好的职业 应该把它取缔 所以呢 我们从马丁路德的那个伦理观来看呢 或者他的社会观来看呢 他是对国家的国家权力 法律 那个财产 双业等级职业 进行了承认 他认为只要承认这些东西呢 就能够实现和平安宁 和那个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 所以在这些方面呢 路德呢 可能就是比较保守一点 那么正因为他有这么一些保守的方面呢 是他遭到了理论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 和现实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 所以总之呢 对于马丁路德的那些 宗教上取得的成就 和他社会上取得的成就呢 最后呢 都由于他政治上的保守性 使他不能走得更远 这也就是马丁路德 社会观上的局限性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来讲一个问题 就是马丁路德的那个道德观 或者伦理观 那么伦理观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他的那个自由意志的争论 我们刚才都说过呢 路德和那个伊拉斯摩 曾经有过一个争论 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 那么伊拉斯摩我们当然知道了 他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他政治上呢 他是希望用那个基督教的一些原则 伦理原则 来限制君主的过分的专制 那么马丁路德呢 认为呢 和他的想法有所不同 所以呢 这就是关于自由意志的争论 这个问题本质是在哪里啊 本质就是说路德的论理学里面 他是走得比较保守的 路德的自然 那个路德认为呢 那个基督教是可以和人间的律法之间呢 那个进行调和的 所以呢路德在这个方面呢 就是就是提出了什么 就提出了一方面 他强调要维护社会秩序 维护社会分化带来的后果 及等级和不同的职业 他要维护那个 不能愉悦的 要服从的 另一方面呢 路德又认为呢 不能什么 不能搞革命 那么这种思想呢 就极大的限制了 他真正实现他的理想的 这种社会制度 那么假如你把路德的那些思想 和家文的那些思想相比呢 你就觉得家文在这方面比他灵活得多 家文认为 有一点他也是认为 要把自然法去接近基督教 也要使基督教接近自然法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人在那个自然之中呢 他自己有很多规则的 而这种规则呢 应该说是低于基督教的 低于神法的 但是呢 他要把两者调合起来 把那个自然界的规则 和神的教导 他要合起来 那么这是 他和马丁路德共同相通的地方 那么 第二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来理解 那个灵性的基督教 与职业伦理之间的内在风格 就是内在的区别 马丁路德呢 就认为 有灵性的基督教 和职业之间呢 应该是有区别的 职业是属于此案的事情 灵性呢 应该是属于精神上的事情 但是 他这样 一种区别呢 就使得他的社会人理上 富有理想 但同时又显得被动 显得冷漠 这就是路德碰来的问题 那么路德这个 精神上 要求很高很高 社会上 又要维持现状 维持等级 那样一个矛盾 在路德那里不可解决 加尔文是怎么解决呢 加尔文有个出路 就是建立基督教的上帝之城 他要建立基督教的社会 建立基督教的上帝之城 这样他必然在政治上 走得要比路德远 加尔文认为 能有权反对违背理性 亵渎神明的政府 就是说你那个政府啊 路德只是不能反对 应该服从 最多也就是 被动的消极的抵抗 但是加尔文认为不行 因为能 假如你的那个美好的理想 和你那个社会现实 发生冲突的时候 那你应该站在哪一边 你应该站在神的那一边 所以他就认为 能有权去反对违背理性 亵渎神明的政府 这一点呢 加尔文在政治上 就是比路德要激进 加尔文这样一来呢 就有限的提倡了 能够用革命的手段 来改变社会制度 这样一来 政治的合法性 和政治的非法性 就有点建立在 人的民众的意愿上了 那么这样一来呢 民主性方面 人民主权方面 都是可以通过 人也就是基督徒 对社会的现实改造方面来获得的 那么这样一来就给革命 来通过革命来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 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那么这样一种 加尔文呢 这方面呢 就走得比马丁路的远 那么他认为呢 社会是不平等的 是特权的 是有问题的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 那你就根据神的命令 根据民意 你得加以调整 所以我们说 加尔文教后来流行的如此之广泛 和路德教呢 流行地区很不广泛 为什么呢 就是加尔文教在政治上 要比谁接近呢 要比路德接近 他给人民通过社会改革 或者社会革命的方法 来建立自己合理的上帝之城 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说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那个怎么来看的 路德的自由意志论 路德的伦理观呢 实际上是一种 十分古老的宗教伦理观 特别他是对人的自由意志 进行了完全的否认 那么我们说路德有超前的地方 他提出人有社会角色 这完全是华时代的 但是路德在人有没有能动性 所谓的自由意志 人有没有能动性方面 显得相当保守 什么叫能动性啊 那要根据中世纪的一种说法 或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说法 文艺复兴是把人分等级的 就是说呢 人往上走走 可以变成圣徒 再往上走走 可以变成天使 再往上走走 那可以进入天国了 那么人往下走呢 人往下走走可以变成动物 再往下走走可以变成植物 再往下走走可以变成石头 这么就是人有一种自主的命运 这种自主的命运呢 叫做人有自己的意志 叫做自由的意志 人的身所余地很大 往上走可以进入天国 往下走可以进地狱 那么人能不能往上走 或者能不能往下走 完全取决于人的一念之差 这就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对那个自由意志的一种解释 就是人的能动性的一种解释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认为人有自由意志的 人为什么要有自由意志呢 就是人有发挥自己潜能的力量 人一旦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就能改革社会 那么这样一来就改变人性 人就是改革社会 使得一个社会更美好 所以人文主义者是不可能否定人的自由意志的 那么伊拉斯姆当然所谓人文主义的一个十六世界代表 当然不会否定自由意志 那么你今天马丁路德怎么说 马丁路德说人是被动的 人不可以有自由意志 人是一匹马 要么被魔鬼来骑 要么被上帝来骑 这样一种提法 我们一听啊 就觉得这是完全是一种落伍的提法 这种落伍的提法啊 就涉及到那个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道德来源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的那些人啊 伊拉斯姆啊 他们认为道德的来源是来自于神和人的自由意志 记得我们这说清楚 道德来自于什么地方 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来自于神的作用 另一个是人的自由意志 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 那么人选择什么呢 那么人当然是选择好的东西 把它扔掉什么呢 扔掉坏的东西 那么神的东西是好的了 那么人当然是会 心向往直的去选择神的东西 所以 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领袖 伊拉斯姆就认为 那个道德起源于两个东西 一个神的东西本来就好 一个是 那个人有辩白好坏的能力 所以呢 人会因为有自由意志 对于有道德的 有德行的人喜爱 那么这样一来呢 那样一种说法呢 就使得具有鲜明的自由色彩 的那种 那种人啊 那种人呢 就提出了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呢 就是叫什么 叫做人神相经论 人文主义者 包括伊拉斯姆 他们都是能神相经论的 一种提倡法 我们过去 已经提出过这么一个看法 叫做 人见天国的看法 但是还有一个 更简洁的方法 这个更简洁的方法 就是圣经里有那么一句话 说是神是按照自己的 形象来造人的 那么这就是说 人是根据神的形象造的 那人和神是很相近的 人和神不见得远 人既然可以 神既然可以按照 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那就把人放到一个 至高无上的地位 什么样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呢 就是人本身就是一半个神 人就是神 人就是一半的神 那么人既然是一半的神 人应该怎么办呢 人可以代替神 来在世界上 那个管理万物 这就是人是什么 人是万物之灵 这个想法就出来了 所以呢 既然把人和神当作比较洁净的 那么人呢 就很重要 人有一些东西 人有思考能力 人有灵性 人很明显的和其他许多动物 和许多植物完全不一样 人是有灵性的 人是通神的 因此人和神是相近的 这样一来呢 我们就说明了 那个人文主义者 基本上强调两点 第一人有自由意志的 第二人有什么 能有与神接近的能力的 那么这个两点的看法呢 马丁路德和他们的看法呢 完全不一样 马丁路德怎么看呢 马丁路德说不行 道德起源于上帝 起源于上帝的慈悲 上帝的恩旧 和人的努力无关 也就是说那个好不好 这完全是上帝的 那和人有什么关系啊 道德来源于上帝 这点没错 这点人文主义者也是同意的 但是道德来源于上帝 并不等于说 能有自由意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